哎呀,这就找到一个什么地方啊这是 盖的这小楼盖的真是漂亮,看到了吗 这可能是个学校啊 不清楚 昨天呢,我这恶补了一下这个瑞典的历史 瑞典基本上在这个中后期的这个工业化的过程 这个段历史我始终不是很清楚 所以昨天就读了一下 大家想想看瑞典是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的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瑞典的这个 在一战和二战过程当中啊 它基本上没有受什么损失 它都保持了中立 所以始终就是没有遭到破坏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瑞典的这个共产党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政党 长期执政 注意缩小的两极分化 这好像出不去了 瑞典呢,在这个十一世纪之前 它主要是一个海盗啊 维京海盗 就这边那个北欧都是海盗 但这种海盗呢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盗 它是做买卖的 然后呢,到了十一世纪之后呢 北欧整个呢 基本上就被统一了 统一在一个联盟底下 而后来这个联盟又被土崩瓦解 然后这个 芬兰啊,挪威啊 丹麦啊 还有这个瑞典呢 这些国家呢 就各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曾经一度啊,瑞典就控制了 这个瑞典就控制了挪威 到了一战的时候呢 欧洲各国开始打起来了 可是北欧呢,并没有参加 到了这个 二战的时候呢 可以说欧洲是一片焦土 北欧还在继续的工业化 可以说它通过200年的工业化呀 工业水平是极其的高了 而且 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瑞典的共产主义啊 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 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修正主义的党 长期的执政 所以呢 消除贫富差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这个瑞典的小姑娘 所以瑞典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小的 跟中国正好相反 中国是这个共产党执政之后呢 是中国的进行系统是实际上最大的 也就是说两极文化的最严重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稍后给大家解读